恋爱这种事情 我不会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我的 但是我们之间 这样下去 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不要在这儿浪费彼此的时间了 你去找合适的人吧 江志浩 我很差劲吗 不是 我是对所有人懂 还好你不是这个意思 差点害得我心里收入重创 如果我要找别人的话 我现在就不会坐在你面前了 我之前不是说过了吗 我非 江志浩 不可 我觉得我们这样下去 也没有任何意义 我先走了 等等 我刚刚一直想跟你说来着 你椅子上有只蟑螂 我先走了 既然已经完成了约定 我就把书发给你 快递上的电话是你的吧 是 那就好 那你稍等我一下 马上发给你了 发给我 喂 见面一次我就发给你两张 一共十二张 只要六次约会就可以了 当然 如果你想快点得到的话 也可以先提出约会申请 我会把档期空出来 不是 谁允许你这么做的 你这么做我是不认可的 从现在开始 我来帮你治好你的鞋铁重 喂 喂 皮波 你为什么哭啊 你好 我是皮波的口琴 人们用脏兮兮的嘴 对着我的身体追来追去 真让人讨厌 那不如和我一起去旅行吧 不是说过了吗 我非 将治好 不可 我来帮你治好洁癖症 太邋遢 太脏了 像你这样脏兮兮的孩子 谁愿意在你身边待着呀 咱们 lesians 我想important 我倒是 关了 挺好的 冯 有点好 他们没有 哦 我是 姐 你怎么来了 我这不是想你了吗 说这话我也得信啊 不过你来得正好 我找你有事 找我有什么事 搬出去的感觉怎么样啊 爽 自由 怎么 李尚浩同志 又让你来探我口风啊 自由归自由 但是我跟你说 女孩子独居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安全 最近已经发生过 好几起吸血鬼失踪的事件了 很有可能是有预谋 有组织的袭击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是这个辖区的治安官 什么表情啊 怎么了 你觉得我不能上任吗 没有没有 我觉得你特别合适 无论是人还是吸血鬼 都怕你 在这种非常时期呢 你选择自己出来住 一定要注意安全知道吗 一旦发生什么不对劲的事情 一定要立刻给我打电话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可以搬过来跟你住 姐 谢谢你 不过搬过来和我住就算了 对了 如果洁癖症不想去医院的话 绑架他去有用吗 这个问题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 还是要看他本人的意志力啊 如果他自己没有想治好的决心 别人怎么强迫他都是没有用的 不过你反复地在问这个洁癖症的问题 为什么呀 注意自己的食品安全问题吗 很重要的 什么 没有 我公司还有事 我要先走了 海外拍摄 你不是一直都想拍约X香水吗 正好他们这一次要选拔新的模特 我觉得你挺适合的 就把你抱上去了 你想去吗 我当然想去了 一定要去 我们要准备一些新的照片了 因为之前的照片都是公开的 这几天就要麻烦你拍照了 跟我客气什么呀 有什么办法 谁让我们李诗雅长了着这么漂亮的脸 别瞎脸 瞎坏了可怎么办 反正这些事情都听你的 你来定就行了 我们还要准备一些双人照了 要不我找星巴陪你起拍 算了吧 他们肯定又是我们从星巴的热度 那些人根本就不知道 他对你来说是多么重要的家人 没事没事不就是 双人照 我倒是有个人选 谁啊 我认识吗 要不我先去跟他们公司沟通一下 不用了 我去搞定 一举两得 好吧 所以 后面的剧情到底是怎么发展的 难道要等到夏主吗 好 可是他也没有说 什么时候见面啊 接电话了 我还以为不认识的号你不接呢 你是谁啊 谢谢啊 一听声音就知道是我 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星期一下午三点约会 见面就跟你下一张 我需要你 你这是强人所难 你就配合一下嘛 不会用你多少时间的 知道了 这是我电话号 记得存起来 我们下星期见喽 你找谁啊 你找谁啊 李施雅 你就是施雅的新朋友吧 我以前都没见过你 小陈 你带他进去吧 那你先进去 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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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好 好了 单人拍摄就到此结束了 十分钟之后 来进行双人拍摄啊 谢谢 各位辛苦了 正好 来 你看这几张 你来了 人这么多 穿这么少 如果感冒了怎么办 而且这种地方 全都是细菌 来得挺准时的嘛 把书还给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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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唐僧啊 今天拍摄结束 就会给你的 你要我来这里的目的 就是看你工作吗 当然不是了 今天的拍摄 我希望江志浩先生 一起参加 先把衣服脱下来让我看看 你说什么 今天的拍摄是情侣主题 我希望我的搭档 是江志浩先生 丽世雅 你是疯了吗 我为什么要答应你这种 无理的要求 今天的拍摄 对我来说至关重要 我希望江志浩先生 愿意一起 那我肯定会表现得很好 那是你的事情 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等等 你的书还在我那儿 你还想不想要了 你就帮我一次嘛 我发誓 我绝对不会对你动手动脚 请你帮我一次吧 你就躺在这里就行 其他的我会看着办的 好 都准备好的话 我们开始拍摄啊 来 对 好的 快点结束 李世雅 必须忍住 再忍一忍 你放开一点 你是我要诱惑的人 你这个表情的话 我会不会刷下来的 你这叫我怎么放开 这个地方 这地方全都是细菌 不是有一句话吗 你要相信 不愉快很快就会过去的 我每次不开心或者难过的时候 我每次不开心或者难过的时候 就会想最喜欢的东西 想着快过去了 快过去了 美好的东西 在那边等着我 这样不愉快的时间 也会过得很快 如果你现在就这么想的话 拍摄的时间就会过得快一点的 最后一组 再忍忍 我都几天没有吸收能量 好哦 炸鸡 炸鸡 怎么回事 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 没事吧 没事吧 不管怎么样 也太过分了 人都打了 我可是靠脸吃饭的 反正是你做错了 我是不会道歉的 我身不由己不行啊 你是动物吗 你是没有脑子吗 你是不会累经思考吗 你要是饿了五天五夜 你的行为也不会受脑子控制的 那你的意思是 你就饥不择食 我告诉你 在我看来 你就是那种女人 那种女人 人那么多 穿那么少 不经过别人允许 就摸别人 没错 我就是那种女人 从高中开始 我的万号就叫性感女王 跟人约会 都是由身体接触开始的 拥抱 握手 你之前不是问我 是不是得了不摸人 就会死的病吗 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就是得了那种病 而且已经病入膏肓了 我现在 就忍不住想要触碰 江志昊先生 好 是我看走眼了 你确实不怎么样 我看着你